老板好 各位观众好 这是我的简历 你不先说什么 大家好 我是楼嘉 今年35岁来自西安 我毕业于香港理工大学信息管理硕士 曾经有12年的在新加坡的学习工作经理 我现在在国内一家IT企业 为政府提供外包IT服务 负责项目实施 今天来这里我寻求一份 社交网络结构设计师 社交网络结构设计师 太细分了吧 来 你的推荐理由是 楼嘉的背景非常不错 香港理工大学的硕士 然后专业也对口 并且我看到他简历当中 对自己的薪资的期待也非常的务实 所以他给我综合的感觉 就是一个非常低调踏实 有内涵好用的一个好小伙 所以我推荐他 好 我们来了解一下 具体说一下你的工作经历 我看还蛮辉煌的 01到09年在三家世界500强企业任职工作 说一下这事 第一份工作是在西捷科技 然后在那边做设备维护工程师 因为那份工作一开始需要我12个小时倒班 日夜倒班的话 然后觉得还是希望能够休息正常 所以换到了去惠普工作 当时在那边是做打印机漠盒的设备维护 也是设备维护 也是设备维护 但是就进入一个白班的阶段 然后这个还是跟设备打交道 就是觉得需要跟人做一些沟通 我看你这样子也挺沉闷的 跟设备打交道不挺适合你的 你看你说话大家伙都没事了 我再这样下去真的就没救了 所以我一定要 再再下去就没得救了 我一定得跟人打交道 好 那接下来 接下来的话是在菲利浦 得跟各地的客户 得联系他们那边生产过来 他们拿到新加坡来测试 这样你开心了 可以跟人打交道了 终于可以跟人打交道了 就来到2009年了 还是决定回国了 怎么又回国了呢 终于跟人打交道了 怎么又回国了呢 我想跟祖国的亲人打交道 要跟我们的亲人打交道 对 这说话有点意思啊 回国之内没有换过工作 一直都在这家IT企业做 这家企业在哪里啊 在西安 其实就回到了原来的地方 你读书不就在西安吗 对 人最后都会回到原来的地方 人最后都会回到原地 是吗 对 你这样说我有点可怕 这是事实 对 我们都会回到那个小盒子 是吗 对 一切尘归尘土归土 真的是这样 真的是这样 然后回到了原点工作 怎么样 怎么又跑这来了 因为我觉得 就我现在 对现在的社交网络的 这个应用 我是觉得 你怎么突然之间 对 为什么他一直环绕着 跟人打交道 原来你对人的交流 是有着十分强烈的渴望 十分强烈的渴望 对 我可能观察的时间 有点久 然后表达的方面 我也在慢慢突破 包括这次来这里 也是自我突破的 一个重要步骤 他不光是喜欢 从事社交方面的工作 他自己还亲身涉猎过 在西安参加过相亲节目 牵手成功 牵手成功 然后失败 然后回到原点 对吧 人总会回到原点的吧 对 分手还是觉得双方年龄差距有点大 差多大 差八岁 差八岁 对 你老牛吃嫩草 没吃着 没吃着 土雷你太太比你小 枪近十岁的吧 小九岁 我吃成功了 他没吃成功 来来 继续你的 怎么分手 分手原因是什么 分手原因可能还是因为 两家的地狱的 还有习惯上的不一样 我是觉得这个结婚应该是两个人的事 共同付出 虽然我比他大了一些 但是他该付出的 就是说结婚该准备的事都得我准备 你准备了啥 是不是彩礼的问题 是 你直说不得了吗 就他要钱 你觉得不应该给 是不是 他要多少不该给 就是说我其他的房子车子什么都好了 但是他是 我是不是在这儿在吐槽一个 一个完全 没有关系 这个其实能看到你个性的 没有说他要就不对 我们只是说为什么不一样 那房子车子都是你的名啊 我的 对啊 这不完了吗 那人要点钱 但人家说跟他没关系 人跟我讲婚姻法呀 会前残产公众是吧 最好写他的名 对 对 总之就是他使劲把这个事说到 好像 楼下你用没有我们给你做个表率 就问你他要多少钱那么累 我是签了个协议 就是如果离婚财产都给他净身出户 我签两份 要不给你点个赞吗 要不要 一万个赞吧 一万个赞啊 我都主动跳井了 你就到底多少钱吧 到底多少钱 弄分手了 除了房子跟车彩礼十万 然后其他关键他那边是什么都不付出 而且我是觉得 这个过分吧 人家的青春一生 我没青春吗 对啊 你没那么老吗 我虽然有大了八岁 我没青春吗 这个小伙子明显是一开始谈恋爱 就哄着人家那种 百依百顺那种 到手了就翻脸那种 对啊 您说的可能有一定的道理 就是说在我这儿 我说对吧 我换种方式解误一下 你很坦诚 你很坦诚 在我这儿有一个底线 它可能是非常宽的 也就是如果我碰到一个 知进退的一个姑娘的话 她永远不会 懂事的 永远不会触及到这个底线 她得要有多懂事 才不触碰 那你的底线是什么呀 我碰到的还真都不够懂事 都碰了我的线了 所以说嘛 碰到这个线的话 我是不回头的 你的线是什么呀 我给您举个例子吧 好 我可以让你把手 伸到我的兜里拿东西 但是你别在里面掏 把手伸在我兜里拿东西 别翻来覆去的掏 对 是这意思吧 拿着什么是什么 我愿赌服输 就抓宝 这是个好习惯 随心还带一个这么厚的本 小账本 小账本 你是不是一个精于算计的人 可以看一下吗 可以 没什么言识 楼嘉 楼嘉 我给你说一个 我理解你的底线 我发现一个有意思的问题 这个人很喜欢做笔记 今天上台所有的发言 他都做了笔记 但是我往前翻译的时候 我发现了很多选手的电话号码 女生的 还记得谢雨丹吧 博士妹妹 对 你记她电话号码干什么 我在慢慢拓展我的社交圈 搞社交的 她比你小吧 她结婚了 她结婚了 那李双文呢 李双文是男的 长得很像您 我想起来 你写这个干嘛 我在预演 各位可能出现的问题 我觉得我的答案 可以回答刚才 不管什么方式 都会 回答一下 你的答案 你们应该会问到 我的感情状况 我的答案是 单身 刚刚分手 有过一次难忘的 电视相亲经历 但还是因为年龄 和许多观念上的 不同而分手 说说在国外的工作经历 刚才您已经问了 她是个有准备的人 你们所有问的问题 她都有预设 也叫预案 其实她今天来是 应聘社交网的 是网络项目的负责人 她对微信QQ 以及默默 她都有自己的一些看法 认为他们 有一些相关的问题 你跟我们说一下这个 我们第一轮就选了 好吧 等会儿在我的PPT里面 有展示我的设想 来吧 我们待会儿看一下PPT 好吧 来 第一轮选择去 过来 大家都对你感兴趣了 你的社交第一步成功了 DX金鲁 天生我有才 谢谢大家 谢谢各位老板 这是一个 新的社交网络的原型 它集了社交本地 移动电商和应急于一体的 戒字有世界的戒 还有界线的戒 每一个戒都有 它的一个服务的核心 就像今天 这里的核心就是 非你莫属 同一届中 我们有机会看到 或者感受到 同样的东西 基于同感 我们的交流会更加有效 它还可以提供 远程查询功能 比如我人不在这里 但是我现在想知道 这个摄影棚发生了什么 我们看一下 2014年 这三个地方 这些地方 都发生了一些 令我们难忘的事情 造成了很多的 生命财产的损失 所以我在想 如果通过戒的这个方式 发生这些突发事件的 第一现场的人 可以彼此互通信息 也许可以避免 生命财产的损失 所以我的设想是 当人们在这个戒与戒中 穿行的话 每一个 每一个孤独的旅人 也许就 他的旅程就不再是孤独的 他可以找到 其他同样的人 大家守望相助 你整个PPT 用黑白的方式进行 然后刚才说了 2014年的三个地点 的三个事件 来诠释了你这套 所谓的社交体系的 一些相关的特点 你为什么会有 这样的一个安排 主要是因为 我有时候 也会到麦当劳去吃饭 有时候我也会因为 客户需要半夜 去火车站赶车 我可能也会在 年底的时候 想去凑个热闹 所以我希望那些 和我一样的 在路上的人 的旅途能够 不那么孤独 希望他们的旅途 能平坦一些 说我悲天敏人 但是这个用 唇亡齿寒 这个词更加贴切 因为每个人 其实都是一样 包括台上的各位老板 可能在生命中 某个时刻 跟我们其实 并没有什么区别 我始终认为 我做的东西 是对这个社会有意义的 我们在做这件事的时候 其实只是希望 下次再发生的时候 能少一点损失 我觉得你这个思想 挺好的 就是你看到一些 人性的一些本质 然后你有一些情怀 但是我觉得 做社交软件 有一个特点 就是说 你不能把自己 陷入到一个 理想的世界当中 虽然说 每一个社交软件 本质上 它是的确是 创造了一个世界 但是它们一定是 模拟了在现实社会当中 经常发生的 大家习以为常的 一个行为 那么你这个事模拟的 其实呢 在现实世界里面 大家其实 想这么干 但是呢 没有这么多人 愿意做 但是我觉得 我们在定义 附近的人的 基本上是有区别的 距离的量 它不是一个适量 表面看来 这好像是一个 物质的一个空间 但是实际上 你无法让公众去理解 它最终的最重要的诉求是什么 所以说我觉得 很多社交媒体 是根据用户的需求 潜在地去不断地 通过它的行为模拟 来挖掘出来新的需求 而不是说 我认为应该怎么样 那各位谁有做出来 有尝试过 在下一次这种事情 发生的时候 我们能做些什么 这些东西我都想到过 但是当我问他们 我说 当下次这种悲剧 再发生的时候 这些企业 有没有试着 做过任何事情 或者说 有没有机会 有任何改变结局的方式的时候 他们其实在逃避这个问题 他是一个很有情怀 我要告诉你 社交是非常难做的 因为它特别挑战 对人性的把握 第二竞争极其激烈 因为有腾讯在那 第三即使你做成了 市值也不会太高 但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这个东西呢 可能看上去并不成熟 但是它代表的是 我的梦想 我觉得有它的话 这个世界会不一样 那个梦想没有问题 而且你说的那个情景的社交 也没有问题 有可能未来有人做得成 不一定是你有可能是别人 但是你去做 你现在没有那个资源 你可以去学 可以去从产品经理助理 可以开始 也许有人会给你提供 这样的一个机会 明白吗 如果今天你来这边 是来是一个创业 一个投资类的节目 我觉得是可以的 那今天是来求职的 那你是想 让我们公司来选 做你这个项目 还是说你会考虑 我们自己公司的一些产品 去续续融入呢 可以接受 对 可以接受 可以接受 在这方面稍微有点误读楼家了 在台下沟通的时候 他跟我讲他的这个产品 他说 我说你想要证明什么 他说其实 只是想通过这个产品的演示 来证明自己的思辨能力 有能力 自己的知识结构 所以它是有各种各样可能的 笨嘴 这样我觉得 但我徐瑞刚才所描述的 你在台下说的这些话 是你的心里话 是你的心里话吗 我认同 但楼家你会不会这样 就是说你去一个公司 然后不管是做产品经理的助理 或干什么 先起步 但你一日一时间 继续去开发这个呢 会 我做任何事情 不管我内心 把它演练得如何完美 我都得给这个社会 拒绝我的机会 因为只有这样 我才有继续下去的 它始终有社会责任感 所以我觉得 其实很多讨论的结果 最后就是 他愿不愿落地的问题 好吧 第二轮选择去货流 谢谢大家 或许有一天 你这个以借的这个思想 可能会在其他的场合得到应用 所以这是我给你的岗位 张伯 谢谢你 那我给到你的岗位 是我们公司的 创新项目的项目负责人 那这个岗位呢 主要负责的 也是不单单是产品 但是这个项目里面 会有产品经理 有负责市场的 有负责运营的 那我希望你能够参与到这个里面 成为里面的这个项目经理 我再补充一点可以吗 我们公司很多都是女孩子 都是单身 80%都是女生 都比他小吧 这个有吸引力 都比他小 谢谢老板 要你笑了 我一直在笑 你一直在笑 来 怀哲 基于公众微信号 传播和流量入口的一个项目 叫约他 你正好是那个单身 闷骚IT男的一个代表 你可以做产品 来 张杨 刚好我们公司刚刚全资并购了 一个新的社交软件 叫美食家 这个你可以做我们的产品经理助理 那也是这个产品的铺设和维护 好 接下来思考一下 四盏灯灭掉两盏 回到这儿 开始 有请孙雷 张博 谈钱不上感情 谢谢你们的新仇 你长着非常稳重的身材 有着成熟的面貌 然后眼神当中 有的时候又蹦出皎洁 嘴旁又露出 有时候有那种羞涩的笑容 你到底是个什么性格的人 我能用您的一句话回应您吗 我哪句话 你以为你以为的就是你以为的吗 对 对对对 这不是我的话 这是一本书的名字 来 写好了吗 请揭晓 7000加5000 来 价钱和待遇都可以跟他们商量 我想听一下两位老板的 关于工作的描述 你是作为新项目的项目经理 你会从零 你会看到一个项目 从零到一怎么出来的 以及从一到十到一百 是怎么成长起来的 第二点就是我觉得 我们公司可能还有机会 帮你解决你的这个 个人感情问题 另外第三点还有就是我们公司 不要乱许承诺 我说有可能 公司的员工不算福利 未必吗 然后另外还有一点就是 你保证他一定成吗 你又犯罗敏的问题 你保证他一定在你们公司内 不肖怀疑的吗 我不敢不敢 是啊 不敢保证就别说这个 所以我希望你看的是更长远 不是只看眼前 OK 谢谢你 还有问题吗 还有一位老板还没讲话 你是给他面子让他讲 还是想听不想听 我想听 想听是吧 对 好 那从我现在对您的判断 我更希望您偏研发 因为我们在 这个是我们一个九富网旗下的 微开式闪盈 那我也是希望 通过你的加入呢 从这些数据当中 跑出一些感觉出来 然后再进一步探索 你对这个应用场景的 一些社交网络的 一个具体的下部的考虑 谢谢你 在你选择之前呢 谈一谈对你的感慨 其实我不懂这个什么社交网络 我也更不懂技术 但是你今天的这个PPT 虽然我不是太懂 但突然之间我感觉出 这种社交网站 或者社交网络的一种厚重感 特别我对你的 有一个词语 特别的记忆有形 你用了一个词语叫 唇亡齿寒 我觉得这也是一种 所谓的人际关系 但是我想说的是 其实人与人之间真正的交往 也许要克服人性最大的弱点 就是自私 它有它的优点 可以鼓励人奋进 它也有它的缺点 就是只考虑自己 所以我觉得 其实你今天的选择 基于将来的发展道路 以及你现在的 这样的一个年龄 你需要把理想 运用到实践当中去 谢谢你 好吗 15秒钟时间 请考虑